本文《成功案例》中的主角J女士是一个有着两个孩子的家长 事业上风生水起的同时也会伴随各种工作焦虑 另外,孩子的成长也同样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教育内卷压力 这让她越来越愁眉不展 为了解决教育问题 早前J女士先将大女儿送到了英国就读高中 在孩子留学的过程中 也让J女士领略到了英国独特的英式教育魅力 一,英国的教育理念提倡快乐教学,但并非是躺平 在这种教育模式下的孩子不仅可以提升主动学习的能力 还降低了学习的压力 但学到的知识与掌握的技能缺一点也不少 看到这里有的家长可能就会想 那把孩子送到英国留学一段时间就好了 为什么还非要办理英国身份? 因为当年级孩子有了英国身份 就如同英国本地学生一样 不仅在学费方面可以大大节省 在升学、就业等机会上也会大大增加 所以在详细了解了英国身份的诸多优势后 J女士选择办理了英国工作签证 而众所周知的是 在英国签证的申请条件中 语言要求是个必选项 每个签证因类型不同语言要求的分数也各不相同 但这里还有一点非常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有圣基词、圣卢西亚等国家的身份 或者拥有英语国家本可以上学历的话 语言这项要求的可以免除的 在英国工作签证的申请要求中 语言需要达到雅思四分 而J女士的语言并不是强项 在前期J女士的咨询中 我们了解到其拥有圣基词身份 所以在J女士的案子中 关键的语言问题通过圣基词身份巧妙地解决了 之后我们根据J女士的背景 匹配了独家岗位 但在递交签证申请时 遇上了英国工签的新就证交替 被拒签了 拒签原因就是新就证的变化年薪要求未达到 J女士的COS是在就证所要求的年薪25600英镑时获批的 但递交签证申请正好改上了新证实施后 要求的年薪26200英镑 正常来说按照英国内政部的移民法条 J女士工签申请是可以在COS的有效期内 按照就证递交顺利获批的 所以本次的拒签属于移民官的误判 接下来我们专业文案团队结合律师给到的专业法条支持 第一时间为J女士的案子申请了复议 但复议的审理时间过于漫长 迟迟没有回复消息 由于J女士因孩子上学的问题时间比较紧迫 经过综合考量决定撤回复议重新申请 之后因为J女士的工作经验非常的丰富 我们又为其匹配了另外一个岗位 按照新证申请了新的COS递交工签申请后 客户支付了超级加级费 约一周的时间就快速的获批了 而且还是缅面式直接获批 非常的顺利 并且其小儿子的附属申请人签证 也仅用了一天也快速的获批了 获批后J女士非常开心 并感谢了我们专业团队贴心的服务 我们也祝福J女士 未来在英国的生活一切顺利 客户背景 年龄 七十后 教育背景 国内本科 专业背景 旅游管理 从业经验 19年 匹配岗位 业务发展主管 所述行业 酒店 申请周期 Sponsor License 企业已有 COS申请 2023年9月9日 COS货批 2023年9月12日 分配给J女士 2023年9月12日 网地 2023年9月13日 指地 2023年9月14日 面试 缅面试 获签 2023年9月22日 J女士 获批的COS J女士的签证 获批信 J女士的护照贴签 英国雇主 担保移民 申请条件 主申请人 18周岁以上 可携带配偶和18周岁以下子女 无犯罪记录 无费结合 足够的生活保证金 1270磅 雅思 C4B1 听说读写单项4分 移民类雅思4分 每PTE43分 英语国家 本科以上学位免考 项目优势 顶级大国医疗教育福利 登陆第一天即可享受 陪读签证 首选替代方案 陪伴子女成长 直接报考 英美顶尖高校不受限 较短大国居留时间 五年可转绿卡 灵活维持绿卡方式 两年仅需登陆一次 高性价比 配偶可自由在英国工作 教育工作身份三不误 第一入职门槛 基础英语水平要求 工作种类选择面广